基础物理2A 3-2 动量守恒定律 这是3-2第一次的平时测验 第一题 用步枪发射质量M的子弹 若子弹离开枪口的速度是V 方向向东 而步枪的质量是99M 则步枪反冲的速度是多少 如果不考虑射击者影响 我们取向东为胜 枪支发射子弹之前子弹在枪里面 可是发射的过程只有枪支跟子弹的作用力 没有其他的外力 所以步枪发射子弹遵守动量守恒 所以在子弹发射以前 枪跟子弹都是静止的 发射以前他们的动量通通都是0 而发射以后枪支跟子弹分开 枪支有枪支的速度 所以枪支有枪支的动量 而子弹则有子弹的动量 所以发射以后 子弹质量是M 子弹向东为正 所以子弹向东速度是V 所以质量乘速度 这个是子弹的动量 加上枪支质量是99m 如果假设发射以后速度变V1 则前面是子弹的动量 而后面是枪支的动量 两个加起来是全部总动量 但是在发射前总动量是0 所以0等于MV再加99mV1 一向过去 负的MV 会等于99m乘上V1 两边我们把M约掉 所以V1会等于负的99分之1V 这个是第一题 所以第一题 猪的答案 第二题 已知步枪质量是大M 装入质量是M的子弹以后 子弹由静止发射 而子弹离开枪口的速度是V 则子弹发射以后 整个系统的总动量大小是多少 整个系统全部的总动量 就是等于发射前的总动量 在发射以前 枪支跟子弹 它们的速度都是静止的 因为从静止发射 所以它们一开始的动量 通通都是0 所以发射以前总动量是0 因此发射以后总动量还是0 所以第二题 1的答案 第三题 在光滑水平面上 有一个质量是大M的一个空筒 现在把质量小M的乒乓球 斜向抛入空筒里面 结果最后乒乓球停在桶内 以乒乓球跟空筒的系统而言 则对地面而言 下令哪个是正确的 A 经过不断的碰撞 乒乓球最后将失去所有动量 如果这边一开始有个空筒在这里 这个空筒质量是大M 有一个乒乓球质量是小M 先把乒乓球斜向抛入空筒里面 随乒乓球斜着抛进来 可是抛进来之后 乒乓球的速度是有一个斜向的速度 假设这个斜向速度是V 可是丢进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速度分成水平的速度VX 还有垂直的速度VY 则乒乓球丢进桶子里面以后 分成水平方向的动量 还有垂直方向的动量讨论 水平方向因为持有乒乓球跟桶子之间的碰撞 所以水平方向的动量应该是守恒的 也就是丢入桶子之前的总动量 要等于丢入桶子以后的水平方向的总动量 所以水平方向 平方球质量是M 丢进来之前 球有水平方向的动量 所以M乘上水平速度VX 这个是水平动量 而空桶原来是静止的 所以加上空桶质量大M 可是空桶速度是0 所以把平方球的动量加空桶的动量 这两个加起来等于全部总动量 而这个总动量等于 乒乓球停在空桶里面 可是最后乒乓球跟空桶 在水平方向会有个运动的速度 所以乒乓球质量小M 加空桶质量大M 两个最后会有一个速度 假设这个速度是UX 这在水平方向的速度 可是在垂直方向 平方球垂直丢进来 平方球有个向下的动量 所以质量M 垂直的速度是VY 空桶原先是静止 所以空桶质量大M 垂直速度是0 可是垂直方向 因为受到地面的阻挡 所以地面阻挡 有一个阻挡的作用力 所以在垂直方向 虽然有动量 可是垂直方向 空桶却无法运动 所以垂直方向的动量 不守恒 所以A 经过不断碰撞之后 乒乓球会失去所有的动量 A 这个是错的 乒乓球跟空桶 最后有一个水平速度 所以最后乒乓球 也还是有一个水平动量在 所以A 这个不对 B 经过不断的碰撞以后 系统的总动量会全部流失 全部流失表示最后等于0 可是 最后水平方向 因为空桶跟乒乓球 彼此之间不受力 所以在水平方向 动量是守恒的 并没有全部流失 因为空桶还有水平的速度 所以B 这个是错的 C 重力对系统没有造成动量变化 C 这个是错的 重力在垂直方向 受重力之后 乒乓球掉下来 在垂直方向速度有变 动量会有变 可是 垂直方向的动量却不守恒 所以 我们无法讨论垂直方向的速度 但是 垂直方向 因为受重力 所以乒乓球丢下来 垂直方向的动量有变化 所以C不对 诸 经过不断的碰撞以后 水平方向的总动量始终是守恒的 诸 这个是对的 乒乓球跟空桶 彼此之间只有水平方向的碰撞 没有垂直方向的碰撞 所以水平方向的动量是守恒的 可是垂直方向动量 它是不守恒 所以 诸 这个是正确的 一 经过不断的碰撞以后 总动量始终守恒 一 这个是错的 因为 只有水平方向的动量是守恒 水平方向不受外力 所以 水平方向在碰撞以前的总动量 会等于碰撞后的总动量 可是 在垂直方向 有受外力阻挡 所以垂直方向 无法运动 垂直方向的动量 是不守恒的 所以第三题 正确的 只有诸 是正确 第四题 质量4公斤的木块 在光滑水平地面上 以触速度时滑出 有一个质量1公斤的黏土 从木块的正上方 以微小的速度落下 它并且和木块粘在一起 如右图 如果木块被黏土撞击以后 木块跟黏土集合在一起 它们一起运动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图上本来这个木块 向右水平运动 而上面有个黏土 质量小m 以微小的速度掉下来 可是 黏土跟木块之间的碰撞 因为在垂直方向 有受到地面阻挡的作用力 所以垂直方向 它不能够自由运动 所以垂直方向的动量 它不守恒 可是 在水平方向 木块跟黏土 因为只有彼此之间的作用力 没有其他的外力 所以 水平方向 没有外力 动量守恒 因此 A选项 黏土跟木块 它并不是全部都动量守恒 而是只有在水平方向的动量守恒 但是 垂直方向受到地面阻挡 所以垂直方向 不能任意运动 所以垂直方向 动量不守恒 所以 A 这个是错的 B 滑车的速度始终维持不变 B 这个也不对 水平方向 因为不受外力 所以水平方向 动量守恒 所以 在木块 跟黏土之间的碰撞 碰撞前 只有 木块 有水平速度 所以大M 本来向前 速度是V 可是 黏土 小M 小M 是以微小速度 往下掉 可并没有往前 所以 往前的速度 它等于0 所以前面 这个是木块的 木块的动量 后面 这个是黏土的动量 所以 两个动量 总和 加起来 等于 木块跟黏土 碰撞以后 两个 结合在一起 所以 两个水平方向 只有内力 没有外力 所谓的内力 是木块 跟黏土之间的 碰撞作用 没有其他 外力干扰 所以 等于 合体以后 小M 加大M 这个是总值量 总值量 在成长速度 假设速度 是V1 所以 车子的速度 变成了 V1 等于 我把 小M加大M 移到底下来 变成小M 加大M 分支 MV 所以 这个 是碰撞以后的 速度 所以 原来速度是V 碰撞以后速度 因为 总值量 变大了 所以速度变慢了 所以B 不是维持不变 B是错的 C 黏土跟木块 在水平方向 没有外力作用 所以水平方向的总动量 它是守恒的 所以总动量的变化量 等于0 所以C 这个是对的 书 滑车碰撞以后速度 题目上有告诉我们质量 所以 我们重新代数字 原来 只有木块 4公斤 本来 速度是10 而 黏土 质量 1公斤 没有水平速度 所以速度是0 等于 两个合体以后 木块跟黏土 4公斤 加上1公斤 乘上 速度是V1 这个速度就是 碰撞以后滑车的速度 水40 等于5倍的V1 水V1 速度 8公尺 每秒 水速度是8 水不是6 水珠 这个是错的 因此 第四题 只有C的答案 是正确 第五题 质量70公斤的领龄 和质量100公斤的凯凯 他们都穿着溜冰鞋 本来静止在溜冰场上面 现在两个人 施力互推 让彼此朝转方向运动 如果互推以后 领龄跟凯凯移动速率比 是几比几 这里如果一个是领龄 一个是凯凯 两个质量 一个是70公斤 另外一个是100公斤 所以两个人 施力互推 只有彼此之间的作用力 没有其他的外力 所以领龄给凯凯 一个向右的施力 凯凯给领龄 一个向左的施力 结果两个人 推了以后 朝反方向运动 所以一个V1 一个V2 所以两个速度 朝反方向 因此一正一负 如果向右是正 则往左就是负 所以现在这里 互推以前 没有其他的外力 所以只有领龄跟凯凯 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所以动量 他要守恒 互推前的总动量 全部总动量 因为最初一开始 他们是净子 原来是净力在 六拼场上 所以他们一开始 动量是等于零 所以一开始 动量是零 等于互推以后 领龄有领龄的速度 凯凯有凯凯的速度 所以领龄 如果这个是领龄的 70公斤是领龄 凯凯是这个100公斤的 所以领龄70公斤 后退速率V1 所以70乘上负的V1 加上凯凯是100乘上V2 所以这个我是以向右为正 所以V2是正 而领龄则是向左为负 把领龄的动量 加上凯凯动量 加起来等于全部总动量 所以一向过去 70V1 会等于100V2 所以V1比上V2 两个速率比等于100比70 跟质量成反比 所以约分10比7 所以两个的速率比 是10比7的速率 质量小的速率大 质量大的速率小 两个分开来 彼此动量方向 是相反的方向 所以第五题 1的答案 第六题 质量60公斤的男孩 和40公斤的女孩 两人都穿上溜冰鞋 站在阻力不济的地面上 现在由镜子 两个人开始互推 所以这里 也是两个人 由镜子开始互推 以致两个人分开后 男孩向动运动 速率是4 这女孩的速率是多少 男孩有60公斤的质量 女孩有40公斤的质量 两个互推以后 男孩后推的速率是 4公尺每秒 则女孩后推的速率 假设是V1 互推以前原来是静子 所以一开始 两个人总动量等于0 互推以后 男孩向右边 所以60公斤 向右速度是4 质量乘速度 男孩向右的动量 可是女孩是向左 所以减掉女孩40 向左速度是V1 所以 一个向右 一个向左 前面这个是男孩的动量 后面这个是女孩的动量 因为方向相反 所以有个负号 所以总动量加起来等于0 因此一向过来 40V1等于60乘4 240 因此V1速率6公尺每秒 因为方向朝C是负值 所以速度的大小是6 可是方向是朝C 所以第六题 1的答案 第七题 滑车在光滑水平面上 等速度运动 有个砖块 随时落入滑车里面 而滑车 则继续向前前进 碰撞了前后 滑车水平动量的和 下列哪一个图是正确 这里问的是问 碰撞前后 在水平方向 所以问的是问 水平方向的动量 所以水平方向 因为滑车跟砖块 砖块是随时落下 所以两个之间 只有垂直方向的碰撞 没有其他方向 水平方向不受力 所以水平方向 动量有守恒 可是垂直方向 动量 你也受到低面阻挡 所以垂直方向 动量不守恒 所以 整个水平方向的动量 我们看在水平方向 碰撞以前 总动量是0 碰撞的过程 因为没有外力 所以动量必须维持不变 所以整个过程 动量一时都不变 所以水平过程 动量都守恒 所以 只有C的答案 因为动量 一时都维持定值 所以总动量 是守恒的关系 所以第七题 C的答案 第八题 右图是质量60公斤的挺停 静止站立在40公斤的台车上面 台车本来是速度10向右 现在挺停开始对地面 以定数12公尺每秒的速率 向台车右端前进 求台车当时对地面的速率大小是多少 质量60公斤的挺停 在40公斤的台车上 所以挺停有60公斤的质量 台车 这个台车 则有40公斤的质量 台车本来向前速度是10公尺每秒 现在挺停对地速率 每秒12公尺向台车 速度是12 所以人在台车上面 速度12向前爬 台车当时对地面移动的速率有多少 台车对地面移动的速率 也就是说台车的速率 因为我们所讲的速率都是指对地面的速率 所以挺停对地面速率每秒是12 可是在跑以前 两个如果都是静止的 一开始速度是10 所以在跑步的过程当中 挺停跟台车只有彼此之间 脚跟台车侧面相互的作用力 所以两者之间没有其他的外力 因此没有旁人在推或拉 所以水平方向动量要守恒 水平方向动量守恒 所以在跑以前 挺停有60公斤的质量 一开始挺停和台车在一起 台车质量40公斤 所以挺停的质量加台车质量加起来是全部总质量 总质量乘上速度 原来是10向右 所以一开始速度是10向右 等于这个是在挺停跑步之前 挺停跑步之后 挺停向前有向前的速度 台车也有其他的速度 所以跑了以后挺停60公斤 向前速度是12 加上台车有40公斤 向前速度不知道 这时候速度是V1 这是跑了以后台车的速度 所以60加40 原来总质量100再乘以10 所以总动量是1000 1000等于60乘12 720 再加40V1 一向过来 280等于40V1 所以V1速度是7公尺每秒 所以速度是7 所以第八题 输入的答案 第九题 甲的质量50公斤 乙的质量75公斤 两个人在溜冰场上开始互推 原来最初都是静止的 所以一开始速度都是静止都是0 互推的结果 甲用100牛顿的力去推甲 乙用200牛顿的力去推乙 所以甲推乙是100牛顿的力 乙推甲是200牛顿的力 可是两个之间相互的重力反重力关系 所以两个动量守恒 所以只有彼此互推的作用力 没有其他外力 在推以前原来都是静止 所以一开始动量是0 互推的过程 甲给乙100 刺激反射到100 乙给甲200 所以甲再瘦到200 因此甲所瘦的合力是300牛顿 乙所瘦的合力也是300牛顿 可是我现在只要问动量 所以动量等于甲的动量 甲50公斤 此外速度 他要问两个速率比 所以一个是V1 另外一个 因为两个互推方向相反 所以一个向左 另外一个向右 所以一个V1 则另外一个就是负的 加上乙是75公斤 速度 因为只问速率 所以速度是负的V2 因为V2是绝对值的 V2是正值 所以现在朝反方向 所以我写负的V2 所以一向过来 50V1等于V1等于75V2 所以V1比V2等于75比50 所以等于3比2 所以一样质量小的速率大 质量大的速率小 两个人互推分开的速率是3比2 所以猪的答案 这里两个人 受力大小相等 质量小 后退的加速度大 所以甲质量小 甲后退加速度大 两个人同时互推 同时分开 所以作用的时间都相同 所以经过T秒钟之后 本来甲的加速度大 经过T秒钟之后 甲的速度也会跟着大 所以甲的速度会比以大 甲的加速度也比以大 相同的是两个作用时间相同 两个受力相同 所以第九题 猪的答案 第十题 炮弹发射的过程 乃是火药爆炸产生的作用力 结果造成推动炮弹使其飞出 则下列叙述何者是正确的 A爆炸的作用力 对炮弹而言是内力 A这个是错的 我们所有的内力 是两个物体相互作用 两个物体彼此之间的作用力 对整个系统而言是内力 可是对个别的物体 则不是内力了 所以 整个 我们说整个系统动量守恒 是炮弹跟炮生之间 彼此之间作用力 内整个系统的动量守恒 并不是个别的动量守恒的 所以整个爆炸的过程 炮弹有受力 而且炮生也有受力 所以A这个错 而且B这个也错 两个都不是内力 所以A、B两个都不对 C、爆炸的作用力对炮弹及炮生 是整个系统而言是内力 因为这整个系统只有彼此之间相互作用 可是没有其他外力 所以我们只说系统的动量守恒 对个别物体动量并没有守恒 所以C才是正确 株、在爆炸的作用力一定是属于外力作用 株、爆炸的作用是火药的内力 火药燃烧化学变化产生的化学能 促使两个物体推动 所以整个爆炸的作用力是内力 内力作用不是外力作用 所以株不对 所以只有C的答案是对的 11题 质量3公斤的岩石静止在水平面上 突然爆裂成质量1公斤和2公斤的2块碎石 这里如果原本有一个质量3公斤 这个岩石最初是3公斤 现在突然爆裂裂成2块 假设裂成1块是1公斤 而另外1块则是质量2公斤的2个碎石 1公斤的速率是向东是12公斤每秒 则另外1块碎石速率多少 假设另外1块 我不晓得速度叫V2 所以爆炸以前 因为题目说 最初一开始是静止 本来是静止在水平面上 所以一开始速度是0 所以爆炸以前的动量通通都是0 要等于爆炸以后 质量1公斤速度是12 这是向东1块 另外1块2公斤不晓得速度是V2 所以一个是爆炸前的这1公斤的动量 另外一个2公斤的动量 两个加起来是全部总动量 可是爆炸以前静止 所以爆炸以前速度是0 一向过来 负12等于2倍V2 因此V2就等于负6公斤每秒 所以速度是6方向朝C 因此是6公斤每秒方向朝C的方向 所以11题1的答案 12题 挺挺和凯凯他们各穿着冰刀 面对面静止站在冰上 挺挺把手中质量5公斤的重物抛给凯凯 假设两个人质量是50公斤及30公斤 而重物传出时 水平对地的速度是5公尺每秒 只让重物传过去以后 挺挺和凯凯 他们的速率比是多少比多少 如果这边一个 这个是挺挺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这个是凯凯 挺挺质量50公斤 凯凯质量30公斤 现在把一个重物从挺挺传给凯凯 重物传递的速度是每秒5公尺 这个重物5公斤的重物 它的速度是5公尺每秒 最初重物是在挺挺手上 挺挺把重物丢出去 在丢出以前重物在手上 可是最初两个都是净子 原本都是净子在冰上 所以一开始的动量原本是0 所以挺挺和重物拿着一开始是0 这是还没丢以前的动量 所以动量最初是0 现在丢出去以后重物质量5公斤 速度是5这个重物向前丢 挺挺质量50公斤 如果挺挺的速度是V1 假设挺挺速度V1 因此丢出去以后 525 负的25 负的25 就等于50V1 所以V1等于负的25 除以50 等于负的二分之一 负的0.5公尺每秒 所以挺挺后退的速度 因为有负号表示在后退 所以挺挺后退速度是每秒0.5公尺 而重物就飞过去传给凯凯了 可是凯凯在接住以前 两个是分开的 重物质量5公斤 速度是5这样飞过来 这是重物在接住以前的动量 凯凯30公斤 凯凯原本的速度是0 所以这个是凯凯原来的动量 重物的动量加凯凯的动量 加起来等于凯凯接住了 两个就合在一起 所以30公斤加上5公斤 乘上速度是V2 所以原本动量5525 等于35乘上V2 所以V2等于35分之25 所以等于7分之5公尺每秒 所以像两个分开的速率 结果V1比V2 我们比速率 所以不管负号 一开始0.5 我直接写1分之2 另外一个是7分之5 因此两个约分等于7比10 所以它们的速率 所以它们的速率7比10的速率 所以12题 猪的答案 13题 有一个静止的炮弹突然炸裂成AB两个物体 炸裂以后A质量1公斤 B质量2公斤 爆炸以后两个动量比是G比G 这两个爆炸以后的动量 因为爆炸以前原本是静止 所以一开始速度是0 所以最初质量因为爆成1公斤和2公斤 所以表示原来质量有3公斤 3公斤最初是0 这是原来动量 等于蟹炸成2块 1块是1公斤的 另外1块是2公斤的 假设炸成2块 最初是静止 所以一个向左运动 一个向右运动 蟹指纹动量比 所以如果向左动量是P1 则向右动量是P2 所以如果向右是正的 则向左负着P1 加上向右正的P2 P1是1公斤的动量 P2是2公斤的动量 这两个动量加起来 就是等于爆炸以后全部种动量 而全部种动量要等于原来动量 可是原来是0 所以一向过去 你会发现P1等于P2 也就是向右的动量 要等于向左的动量 因此P1比P2等于1比1 所以13题A的答案 14题 一块黏土垂直落在水平移动的滑车上面 更且黏住 如果滑车表面是光滑的 则将黏土跟滑车 把它看成一个系统在运动 则整个过程下列叙述 何者正确 A 这个系统在垂直方向动量手痕 A这个是错的 因为这里一块黏土 质量M 从上面落下来 假认为假认定下这边有一部滑车 而这部滑车 而这部滑车原本向前运动 因为题目说本来是水平移动的滑车 所以本来滑车 假设向右有个速度是V 可是黏土跟滑车 黏在一起因为黏住了 所以垂直方向因为受到地面的阻挡 所以地面有个阻挡的作用力 水在垂直方向动量不手痕的 所以A这个不对 B 黏土的动量没变化 B 这个是错的 黏土在垂直方向不能移动 所以黏土在垂直方向动量有变化 黏土在水平方向本来没速度 可是现在跟滑车黏在一起 黏土跟滑车有水平的速度 所以黏土跟滑车有水平的动量 所以垂直方向的动量突然没了 可是产生了水平的动量 所以黏土的动量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都有变化 所以B不对 C 这个系统在水平方向的动量始终维持不变 C 这个是对的 因为整个系统是指黏土跟滑车 两个物体成为一个系统 而在这个系统里面 黏土跟滑车只有垂直方向的作用力 水平方向没有外力作用 所以水平方向动量该手横 所以水平方向 黏住以前还有黏住以后都没有外力参与 所以动量是维持手横不变的 因此C正确 租 滑车的动量始终维持不变 租这个是错的 黏土掉下来以后滑车的动量不变 可是总质量变大 因此滑车的速率变慢了 所以租 它的动量不变是错的 滑车的动量有减少 因为总质量增加 所以速度变慢 1. 这个系统的总动量始终维持不变 1. 这个也是错的 因为我们刚刚的分析 我们发现只有水平不受力 所以只有水平动量是手横的 可是垂直方向有地面阻挡 所以垂直方向无法运动 垂直方向的动量不手横 所以14题 正确的只有C正确 15题 持量500公克的子弹 以水平速度100公尺每秒 射入光滑桌面上的镜子木块 而且木块的持量是4公斤 如果子弹射穿木块以后 水平速度变成20 则木块的末数有多少 如果这个是水平桌面 则上面本来有个木块 这个木块质量4公斤 木块原本是镜子 所以一开始速度等于0 在旁边有颗子弹 子弹500公克 所以这个子弹有0.5公斤 子弹往前飞 本来速度是100公尺每秒 可是 子弹射入木块以后还射穿了 因此子弹飞出来 可是飞出来的速度 变成20公尺每秒 所以现在要问 木块的末数V1变成多少 子弹射穿木块以前 子弹跟木块 原本子弹500公克 有0.5公斤 本来子弹速度是100 子弹乘速度 就是子弹动量 木块原本是镜子 所以木块是4公斤的木块 原本速度是0 这个是射穿以前的总动量 结果只有子弹撞木块 没有其他的外力 所以在水平方向动量是守恒的 所以动量守恒 这时候子弹射穿以后 子弹0.5公斤 可是子弹速率是变了20了 加上木块4公斤 假设木块速度变了V1 所以子弹加木块 两个分开以后的速度 所以100乘0.5是50 这原本动量 后面一项是0 所以直接等号 20乘0.5是10 加上4倍的V1 所以一项过来 50减掉10等于40 40等于4倍的V1 所以V1等于 把4除过来 40除以4 等于10公尺每秒 所以木块的速度是10公尺每秒 C的答案 16题 子弹以固定的速度V 从步枪发射出去以后 步枪会有一个向后的动量 则下列叙述哪一个是正确的 A 如果步枪质量越大 折子弹离开步枪以后的瞬间 步枪的动量会变小了 A 这个是错的 如果假设这边 这里如果有一个步枪 假设这个步枪 质量是大M 而里面有一颗子弹 子弹质量是小M 子弹发射出来 如果一个速度是V 可是 步枪后退 假设后退速度是V1 发射以前 子弹跟步枪是静止的状况 所以原来发射以前 总动量等于0 而发射以后 子弹质量小M 速度是V 加上步枪质量大M 速度是V1 所以一向过去 负的M乘以V1 要等于小M乘以V 所以步枪后退的速度 V1等于负的M分之MV 所以现在的题目说 如果步枪质量越大 这个M如果越大 则子弹离开步枪以后 步枪的动量会越小 因为发射前发射后 子弹的动量 要等于步枪动量 也就是MV和负的MV1 两个相等 而子弹发射动量 因为子弹速度固定 所以子弹动量固定 因此步枪后退的动量 也固定了 所以步枪质量大 只是造成后退速度小 可是步枪动量 并没有减少 所以A这个不对 B如果子弹质量越大 则子弹离开步枪以后瞬间 步枪动量越小 B这个错的 从这个试试 我们可以看到M乘V 这是子弹的动量 而大M乘V1 这个是步枪后退的动量 所以这两个动量 随时都相等 因此子弹质量如果越大 则子弹的动量越大 因此步枪后退的动量 也越大 所以 步枪后退的动量变小 是错的 所以B不对 C步枪质量如果越大 则子弹离开步枪后的瞬间 步枪的动量越大 C这个错的 因为步枪质量大 只是会造成步枪后退速度小 但是步枪的动量 要等于子弹动量 题目说子弹以固定速率V离开 所以子弹离开速率固定 则步枪后退动量也是固定了 所以C这个是错的 诸 子弹质量如果越大 则子弹离开步枪后的瞬间 步枪动量会越大 诸 这个是对的 如果子弹的动量 子弹小矮变大了 则子弹的动量会增加 所以步枪后退的动量也会变大 所以只有诸 的答案是对 这是16题 17题 质量3公斤的炸弹 以速度8向东在空中飞行 突然爆裂变成2块 1公斤跟2公斤 其中1公斤的速率向东是10 则2公斤的碎片 它的速度会变成多少 在爆炸以前 这个炸弹本来在空中飞行 所以炸弹质量3公斤 本来向东速度是8 我们把向东为正 因此向东的质量乘速度 这个爆炸以前的动量 爆炸瞬间动量要走横 所以爆炸瞬间的动量 3、8有24 要等于爆炸以后 可是爆炸后 1公斤的速度向东10 所以质量1公斤向东速度是10 这其中一块 另外一块质量2公斤速度是V2 所以1公斤的动量加2公斤的动量 两个加起来等于全部总动量 所以3、824 爆炸前总动量24 爆炸后总动量也要24 所以等于1乘10是10 加上两倍V2 一向过来 两倍V2等于14 所以V2速度变成7公尺每秒 算出来是正的水方向朝东的方向 所以是7公尺每秒方向朝东 所以是3题A的答案 18题 一个物体原来是静止的 突然爆炸 爆炸以后 变成两个质量2比1的两个碎片 甲质量较大 爆炸完瞬间 甲速度是5向东 求乙的速度 题目说 一开始的速度原本是静止 所以爆炸以前原来动量是0 所以总动量等于0 等于爆炸以后 质量2公斤 2公斤的质量 这个是甲 原来速度是5向东 所以我把向东为正 则另外一块 因为质量2比1 所以甲如果质量2公斤 乙质量就是1公斤 所以1公斤乘上速度 假设是V2 所以爆炸以前是0 爆炸以后总动量也要是0 所以250一向过来 质10就等于V2 所以原来一块是向东 则V2它的速度应该是向C 所以18题B的答案 只有不断寻找机会的人 才会及时把握机会 越积极的人越努力 也将会越幸运 愿这段话与您共勉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观看